大天福地 仁為貴 信則吉係 空則輩 袁太祖 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袁太祖 今集Nikio繼續跟林定康師傅在這裏 跟各位聽眾分享一些原學上帝知識 林師傅 你好 Nikio 你好 林師傅 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東西 亦都有些問題想問問你 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住屋邨的 即是公屋 通常在門口會放地毯 拖鞋 但房署有時會去執法 抓他們扣分 放拖鞋也不行 放地毯也不行 有時放在門口放一會 有時放在垃圾房 都會扣分 但唯獨有一件事 放在門口 房署是不會理 亦都不敢理 放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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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趕你走 其實可能會影響房子的風水 可能會影響房子的風水 唯獨是放在土地供 房署是不會動的 不會出聲的 又裝香又成都可以 在後樓梯 食節煙 都會被房署扣分 但在門口裝香供這個土地又沒有問題 究竟為何土地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或者我們的文化裏面有這麼重要的地位 令到他們不會因此而執法呢 土地供呢 到處都見到的了 無論你是做生意的 還是你是普通的家 都一定見到土地供的 基本上只要有土地的地方 就有土地供了 那你說不讓人拜土地呢 就有些趕不去的 始終它又不是很影響到三子鄉而已 土地供的歷史亦都相當悠悠 其實如果說的話 分分鐘去到周朝那時已經開始有 即周文和周朝那時已經開始有 那你說一個這麼多年的古神在 民間信仰也都深根蒂固 你不讓人拜就一定說不過去的 土地供公其實就 你這樣說起又真的考起過的 因為土地供真的很少人去特意考究它 就是有點像麻雀的說法 周圍都見到反而沒有人去了解它 那土地供呢就是一個大的證實 亦都一個大的善實 那個大就不是它職位上面大 而是它的覆源非常之大 你又不要以為只是香港才拜土地 那其實除了華人中國地方會拜土地呢 在印尼也會拜 在印尼也會拜 是 泰國也會拜 馬來西亞也會拜 西藏也會拜 就算在密宗裏面也有土地就 西藏可能就是密宗會拜土地 因為泰國可能泰國的佛教會拜土地 那印尼是甚麼教需要拜土地呢 印尼它本身的地方信仰都是會拜土地 反而泰國佛教就不拜的 泰國民間的人會拜 就是你去泰國它有時候都會有一兩個位 是寫到明是土地之類的東西 就是給你去拜的 那當然那個興盛程度就不及華人地方 那土地公公呢實際上它是一個 很多個名字的土地公 土地公有時候我們叫土地公公 有時候就叫做福德正神 有時候就叫做福神 有時候就叫做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土地婆婆 土地公公是一夫一妻的 他不是一個有后公三千萬的 他這個神就很推崇 愛情一夫一妻 尊一 尊一和忠貞不如 但他又不反對別人有這件事 他自己一對一隻 但他就反而不是很贊成禁慾 所以很多時候你見到那些人拜土地公公 他就左邊是拜土地公 右邊就拜土地婆 所以福德正神 實際上就不是一個神 有時候是兩個神 另外我想問 我們就這樣聽土地公公這個名字 或者我們看一些電視劇 電視劇 看到土地公公的樣子 就好像比較磁場 他的形象比較長 那根據宗教記載 又是不是這樣呢 根據記載的確 土地公公是真的年紀大 和他是非常磁場的 那為什麼土地公公是磁場呢 或者為什麼老呢 簡單來說 為什麼做的樣子做到他很老呢 實際上土地公公在山的時候 就不是很老的 之所以會做到他這麼老 就是代表天長地久 自盤古初開以來 到現在都有土地 所以是用來 比喻大地這件事是很長久的 所以就會把這個神 整成一個樣子很老的神 就好像你看到一些 綠銀殲屍 也都見到可能好像太上老軍 他們也都是白星頭髮 白色鬚 代表他們很老 年紀越大經驗越厲害 同時間他的法力也都非常高強 所以就會叫他們做到一個白蘇公的樣子 那土地公公是否很磁場的呢 還是他是一些比較惡的神呢 土地公的確是很磁場的 因為他圍觀清廉 為什麼說他圍觀清廉呢 首先你要知道土地公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是土地公 第一個說法就是土地公 他沒有土地公之前 有一個人叫張福德 傳說來的 張福德 有福那福 德是德行的德 從小到大都非常聰明 也都很孝順的 在他36歲的時候 就做這個朝廷的稅官 稅官的意思就是 他點你有沒有交稅 講到這個節目 大家記得交稅 應該收到綠色信封的了 香港的稅局 就沒有土地公公那麼磁場的 有做稅局的 做稅官 他做官的期間 就非常清廉的 也都很看策 百姓的貧富 所以他做官的期間 就做了很多善事 他什麼時候死的呢 他是去到102歲才死的 所以為什麼 白蘇工 因為他是去到102歲的 他走了之後 大概三天 那個樣子都沒有變化的 以前你要知道沒有雪櫃的 就這樣擺在庭司間 擺在異裝 擺完三天 他的樣子都沒有變化 於是大家就說 厲害 土地公 走了也好 臉好像真人一樣 生了一樣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神奇 在張福德走了之後 下一任上位的官 就非常之禁 貪婪無盜 就經常都逼人交重稅 也都愛財如命 始至自己有權有勢 就周圍去黑黑白白 那些人就開始想起 這個上一任的稅官 就是這個張福德 就是非常之禁好的一個官 於是就在 有一個人就在自己家 就用一些石頭 就圍住了一間石屋 圍住他做了一間石屋 然後就去拜那間屋 拜完無奈之後 他就由貧轉庫 那些人就相信是神恩保佑 那當他發達之後 就叫隔壁的人 就夾錢 就說不如起間廟 起間廟拜誰呢 就是拜福德正神 也就是土地公 也都是我們懷冕他當時的好處 那這個其中一個說法 那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這個在周朝的時候 這個就比較多人說的 在周朝的時候 就是叫張福德 那張福德就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做官 有一個人去了很遠那裏做事 就留下了女兒在自己家裡 那張福德見到之後 就去幫那個小朋友 找回他的爸爸 那不論那裏是幾千里迢迢 中間經歷了幾多風雨 他都是無微不至的保護那個幼女 就送他去找自己的爸爸 那在他送他過去的期間 就自己在中途就凍死了 所以就為了表揚他這個 為了救那個小朋友帶他去尋仁 而最後自己凍死的這個事跡 那也都將他推崇了為一個神 就叫大家去拜他 那相傳他臨終的時候 天上面就出了這個 南天門福德正神的字樣 在那裏 幫這位忠誠的仆人封號 因為實際上那個幼女去找的那個人 是張福德的老闆來的 所以大家為了去記載他 就把張福德描寫了做土地神 那我想問剛才說到 就由貧鑽庫有人拜完他之後 那拜土地是否最主要是求財呢 拜土地就不止求財的 拜土地有很多用途 求財就是大家比較常講的一件事 土地公公的神的職能 他做了些甚麼呢 我們可以保護我們一家人安康 這是第一件事 譬如說你不會吵架 少點捱撒 如果你有養些甚麼寵物小朋友 那些他們都會平安一些 那另外一個用途就是我們辟邪的 如果譬如經常怕家裡有鬼 就在門口安安一個土地就可以了 即是他好像保護保護 就不給那些髒東西 沒錯好像有個神仙守在你門口 守住那間屋不會令到你有事 那第三個用途就是尋人 那尋人的原因就是 剛才我講到的故事 就是他曾經帶著一個幼女去找他的主人 所以土地公公也都無所不知 因為你們其實每一天在地上走 只要有泥土的地方 都是他的管轄範圍 所以任何他要找人的時候 即是你要找人的時候 你都可以叫土地公公幫你找的 在道家裡甚至乎有一個尋人法 就是請土地公公拜他 拜完他之後就講到明 什麼時候 星期幾幾幾多月幾多號幾多點 將哪一個人帶回來這個地方 我要見到這個人的 這個就是土地公公的作用 令到你除了可以求財之外 亦都可以尋人 求財大家都知道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好 那麼在這一節再講 再講 responding 拜土地公公是否就是 每天在門口嘴上三茅香 如果一般人拜土地公 家在門口嘴上三茅香 就可以了 偶爾就都拜祭祭還有 補整一下 很好吃 生果 最重要香甜的食物 它就像糖 所以你想要給些甜的 紅色的食物 它會會好一點 不要用肉霸 或者用 cinq營祖 стра是要的 用不用肉就是你自己喜歡 因為沒有一個限制 謝謝林師傅 第二節回來再跟大家繼續元太祖